食物森林 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食物森林区 森林应该有它的定义 就是它要面积是我们基地的两倍大以上 然后它的树应该要五公尺以上的 有占了10%甚至30% 那我们经营这个区已经有十年了 那目前其实面积当然是不够了 那可是这个树局部已经有五公尺以上了 但是整体来讲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那食物森林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 而不完全是走向食物花园 那好像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是食物花园 那我自己一开始就是希望走向食物森林 不过做了一些调整 那食物森林最主要的就是说 它有这些比较高大的树 像这个比较高大的树 然后它是一个混合种植的一个概念 像我们看前面这些 它有高有低 有各种地坯植物 那这个高的给低的避印 那低的也增加了它地坯的保水 这是一个食物森林的方向 它一个概念 简单讲的 它就是一个混合种植 互相帮忙 然后你还要维持它有一个漂亮的样子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般的农地 农地没有办法做到像真正的森林 起码我们的面积就不够 最主要就是我们想的方向就是说 有走向生态 然后水土保持 然后产生了很多 除了吃水果以外 有趣的事情 那这从哪里看呢 我这十年来啊 几乎每一年都有超过五十次的两天 来到这里 一直弄一直弄 其实一定是有一个吸引的地方 这是可以给大家参考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好像有些朋友来了 莫名其妙 他们就觉得时间很容易过去 那我想这个 食物森林的方向啊 是蛮值得的 值得我们去学习 因为这当中啊 学了 应该是不好意思说就是 感觉上学了蛮多东西的 以前不知道的 对生命的看法 然后观察到很多 动植物的角度 都不太一样 真的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不过 比较有意思的是 事实上我已经要调整成 食物花园的方向 那是为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讲 它不是森林 森林它就是会一直长一直长 任它自己的方向就一直长 可是呢 我们会面临一个管理上的困难 我们要多样性 丰富性的植物 我们也要这个方向万寿局 也要山苏 它不一定会长在我们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去管理它 要是很多慢生的杂草 把我们覆盖了 事实上 大概在两年前 我就想到 动态掩替 是我们的最后那一关 而我自己也是动态掩替 就是年纪有一点老 做好 要管你 真是管你不来 所以呢 最近我们朋友来 就是你这里变好了 好像有成就了 有一个样子了 那对我来讲就是 草坪变多了 好像是看起来比较漂亮 那可是事实上 它真的是退步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就会知道 真正草坪一多起来的时候啊 无论是对植物也好 或者是生态也好 就没有我们原来 这样给它 食物森林的方向 它真的提供了很多 除了水果以外 很多无形的价值 这种价值 喜欢的人他就很喜欢啊 那我是觉得应该 未来吧 有一些成功的 食物森林的概念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成果的时候 会有人会很喜欢它 那我也是觉得很值得 推荐给大家 接着呢 我带大家走一趟 我们现在食物森林概念的区域 看看差不多样子是怎么样子 它其实面积也不太大 我知道一开始的时候 食物森林的概念创始者 它也是面积不大 那真的是不是我们一般定义的森林 它是一个多样的 提供很多避孕 很多种类 它很多香草植物 它的概念蛮吸引人的 其实植物一互相共生 共存的时候啊 它们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 我真的是没想到 植物它展现的力量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我认为它应该 树底下的层次 是我会继续加强的 然后这些概念啊 这些比较底下的 我也引进了花园的概念 譬如说现在这些黄善鸢尾啊 等到五月份的时候 眼前看到这些应该都是姜黄哦 它会长蛮高的哦 姜黄 那只是现在时间还没到 它会随着时间掩屁 那这个 月季啊 玫瑰啊 今天是没有开 但是它平常是会开的 那芭拉呢 有些我们会种的比较高 但是 现在也有一些想法了 就是 我们还是要把它矮化 木地呢 倒不是为了要收水果 而是 我们觉得 这样子处理了以后 整体景观比较美 然后呢 它的阳光比较好 光照比较完整 它病虫害就会比较少 那我们这边种了一排的芒果树啊 这些芒果树现在是还不够大 撑不上森林 那我希望几年以后 它就是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再来我讲的 所谓的 食物花园啊 应该是从 这边开始 眼前看到 这些以前都是 我们拿来 做成 蔬菜啦 但是后来因为 树稍微长大了 比较不容易经营 然后我们这些草坪啊 就比较多 比较多草坪以后 走起来比较好走 对我来讲啊 倒不是 什么走不走啊 漂不漂亮的问题 而是我根本除草坪是最好除草的 然后也比较容易获得别人的喜爱 那我们 本正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那现在我觉得 把它弄成草坪 我才有办法管理 那在 无论是 什么 花园啊 还是什么 有一个漂亮的池塘 是重要的 那谈到这个池塘呢 我就要谈到 我们要重视因果 像 我们在 看 这里面 都没有任何一条 很大条的鱼 那是为什么 因为 我们不希望有一些 比较大型的 这些 往生的 浮在上面 就 都养小鱼 在 入口处呢 我们就把它 截住了 好 那鱼不会进来 所以 这个池塘 它也是 随着世纪 在掩替啦 好 那 将来 等前面那个 大山啊 好 那些 果树啊 景观树 再高一点的时候 好 那些草 自然就会 除掉 它就会变成 未来 它应该是一个 草坪 就变成是一个 花园的概念 跟大家一样 不过 因为有经历过 食物森林的 这一段 它的样貌 还是会不一样 食物花园 它应该就是 有可以吃的 水果 蔬菜 然后景观嘛 那景观很容易就 有草坪 那草坪 事实上 它这种 单子叶植物啊 好像 不能说是 草生栽培 真正草生栽培 应该是 双子叶植物 像我们 像我们 红龙果这一区啊 就是 底下有很多 双植叶的 杂草 我们没有 完全把它 除尽 一段时间 我们稍微整理它一下 勉强它算是 有一点草生的味道 那真正 经济的 草生栽培啊 那这些 杂草是不行的 它有一定的 譬如说 有一些豆科啊 我们去 他们会建议 比较适合的 植物 主要是豆科啊 等等 那到底 有没有差 草坪跟这个 有没有差 我给大家 一个经验 就是 真的是有差 真的是有差 我们 自从弄了 比较多草坪以后啊 感觉上 比较需要 多一点肥料 才能够 维持 它的 长相跟健康 好 所以 这个 食物森林 我还是蛮推荐的 像现在这边 眼前看到 我们 就是也带进一些 食物花园 我们有把 这些 鹿生鸢尾啦 现在是梅开花 苹果啦 还有这个童话树啦 看起来比较有 景观价值的 我们把它 种在一起 这个 会变颜色的 会落叶的 落叶刚好 阳光不够的时候 给火龙果 等到火龙果 怕阳光的时候 这些落叶木的 树叶刚好遮蔽 这就是 又兼具了 食物森林 跟食物花园的 概念 我们应该讲是 介于中间啦 好像 缺少了蔬菜区喔 其实很漏气啦 第一年的时候 哦 长得很好耶 不同地方都长得很好 然后 后来 没有施肥 它就真的是 长不起来 甚至 施肥 可能也是不够 或 怎样啦 反正就是 不是很强壮 跟我们印象中的 哇 好美喔 那个 根本是两回事 不要太多 不吃肥 它可以长得很好的 这种 蔬菜类的 它需要比较多的 农业技术 这个有空 我再分享一下 我的经验 那我自己本身 倒是没有说很爱 反正 真的要吃 又甜又大的 应该是 我们这里应该是没有 我们这里应该是会 吃得到 多样性 丰富的 那味道强烈的 有时候就是会 有所谓的 所谓的 有机 应该 大家有经验的时候 自然点滴在心头 还是需要施肥 我们的 滴在心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